中国各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疯狂坍生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觉得恐慌的信号 因为它预示着市场可能存在较大压力 业主们也在预期未来可能出现较大滑落 所以选择主动放售手中的房产 以确保自己不会做亏 以武汉为例 今年3月和4月 虽然二手房成交量均创近年新高 但是新增挂牌量的涨幅却远超过成交增长 这说明尽管市场成交活跃 但是流入的方源遥遥领先 并未因此减少 甚至还在继续攀升 而截至6月初 武汉二手房挂牌量更是直接突破17万桃大关 这无异于再证实市场压力依旧较大 在全国各大城市 情况也如出一辙 无论南京 广州 还是上海和北京 二手房挂牌量都在持续创新高 远超过平时水平 与之相比 成交量的增长并未遥遥领先 这明显预示市场资金面可能较为紧张 业主们也在预期更大下行风险 大家好 欢迎来到在野说 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方便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 您的支持 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 随着二手房挂牌量的增加 二手房交易价格出现了惨淡的变化 在武汉江岸区的标杆学区 房运秀新会军博 一套89平方米的小套三户型房源 在2022年10月挂牌时 价格高达229万元 但是业主为了卖出这套房子 不得不先后降价八次 目前售价仅为188万元 挂牌单价已经降至 20997元每平方米 而同一小区的70套房源 从挂牌出售至今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下调 形势十分严峻 在江岸区的另一个小区 荣科天城四七 一套见面141.86平方米的房源 也经历了惨淡的价格变化 虽然在2022年10月挂牌时 预期价高达598万元 但经过231天五四条价后 业主不得不降价93万元 最终以505万元的价格成交 近两个月 多个城市二手房挂牌量不断增加 需求却逐渐减弱 二手房溢价空间进一步扩大 使得市场情绪更加低落 老王手上有两套房 本来以为等房价上涨后转手 能轻松退休养老 谁知道 这房市非要逼人破产不可 老王把房子挂得又挂 买家却像蒙古大居一样 要无踪影 而与此同时 市场上的房源却像雨后春存 总有人各种理由不要房子 瞬间拉低行情 这让老王很绝望 天天算账 发现转眼之间 自己的积蓄都要被冻结在这房子上了 但是不卖又不行 天天看着价格在跌 却没有人接盘 这比杀了他还痛苦 要是早知道这样 老王发誓 绝不会碰房产这么个妖孽 老王的遭遇 就是此时二手房市场上 大部分业主的写照 成交难 价格难涨 却没有人知道这死局什么时候能破 业主们每个月都在为供房贷而焦虑 却不知道自己这房子最终到底能卖多少钱 这种无边绝望 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房市简直就是地狱 更要命的是 没有人知道这地狱什么时候才能完 老王将来还能不能套险退休 就是一个未知数 而与此同时 他每个月都在为房子的贷款与费用发愁 这种日复一日的折磨 让老王觉得这辈子都与这个房市绑在一起 要被拖垮在这场看不到希望的地狱深渊 这就是现实 你想哭却没有泪 卖不掉房子 供不起房贷 这下除了疯 也真的没有其他选择 中国的房地产 究竟还要把老王这样的人逼到何种地步 才会让一步 而在那天真正来临之前 又有多少人会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恶梦中疯狂 这些问题无人能解 只能让所有人绝望 这就是中国的房市 疯狂中带着荒谬 荒谬中又满是绝望 他让你我生存 同时也要我们死去 然而 所有人都在这场疯狂中翻滚 却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逃离 这是这个时代 与这个国度该死的写照 让所有人觉得无能为力 中国房地产 究竟还会带来什么样的惨案 我们也只能闭口无言地等待 在过去 二手房市场挂牌量的暴涨 更多是预示市场活跃与火爆 但是今天 在这种刺激与疯狂之下 他们的暴涨 却成为另一种绝望的信号 因为他们预示市场并非全然乐观 而是存在较大压力与风险 业主们也在预期未来 可能出现较大滑落 这种失控感 就让所有人觉得后背发凉 中国房地产带来的刺激 也许在某一刻会变成恐慌 他们让人心跳加速 但是去向却已不那么清晰 这种失控的高速 就成为另一种无奈 而等到所有的疯狂终结 那些被牢牢套住的人才会发现 所谓刺激 其实就是一场噩梦 它只会带来失控于高速 却不会有结果 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度现实的写照 在这里 所有的疯狂都在高速运行 但是方向却已渐渐模糊 等到终点 很多人才会发现 已经太远 回不去了 这就是这个时代 该死的无奈 让所有人 在一个又一个刺激的陷阱中 不停滑落 却很难自拔 房地产 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疯狂中 它已经让太多人迷失方向 这就是这个国度该死的真相 让人们在终点惊醒 一切却为时已晚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 以及这个生存的无奈 他们让所有的人跌入谜局 却很难得到解脱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如此令人绝望 高盛最近发出报告预测 中国房市在未来数年内 将持续疲软 走势呈现L型 这无异于一个巨大的警示 让所有人都觉得后背发凉 因为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 房价不上不下 市场就会陷入长期低迷 这会让更多业主陷入绝望 因为他们手中所持有的房产 可能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 都难以变现 甚至出现较大贬值的风险 这种前景 无疑会让所有人都寝室难安 这种预期无异于一个噩梦 让每个房东都觉得恐慌 实际上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 并不仅仅是房价 而是整个经济出现较大下行压力 在失业率上升 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下 房价回升的动力也就愈发弱化 这会让更多人选择观望 这种预期也会持续打击房市 当购房需求出现断崖时下跌 房价也就失去了支撑 等到所有的人都陷入绝望 才会发现整个市场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这可能才是中国房地产的暴雷方式